大家好,我是Mina 上一次来到这个美门 找太极拳教练,赖教练 学到这个平甩养生功 回去之后,Mina有偷练了一下 发现练完之后神清气爽 今天又再一次来到美门 找赖教练来讨教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养生功法 我们有请赖炳睿教练 大家好 我今天就是想说 看你这么漂亮就想要教你一个 让你可以更漂亮的功法 哇,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法宝啊? 就是梳头功 梳头功 梳头也是一种功法喔 这我没有听说过耶,很特别 那为什么梳头会对身体有好处呢? 好,我来讲一讲梳头的三大好处 好,第一个呢,他对眼睛很好 第二个呢,他可以安神 第三个,他可以排除 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一般说起来可能不太了解 第一个这个,明目啊 我们的梳头啊 第一个最容易感觉到就是眼睛啊 他会觉得蛮舒服的 甚至有时候梳着梳着 他会觉得这个会分泌泪液出来 对有些这个眼睛比较干的人来说 他会觉得有滋润的感觉 会觉得好像眼睛变亮了 对,他会觉得眼睛变亮了 好,那第二个呢 我们讲到这个安神 好,我觉得中国人就用这个安神 这两个字啊,用的很巧妙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 现代人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说这个 好像怎么睡啊 都觉得睡不着 睡不好 真的 对,这两个都有 好啦,那那个 其实啊这个 睡眠的这个现象啊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第一个好睡 第二个呢 睡醒之后不会还想睡 那就是要讲到这个安神 当我们的神智能够安定的时候啊 那个本来觉得很容易过牢的人 他可能马上觉得这个 不容易那么样想睡了 可是对很多失眠人来说 因为他该休息 所以他可以好好的休息 好,所以这个书头啊 就是可以让我们神智稳定 然后改善我们这个睡眠的品质 好,那第三个就要排除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变漂亮 对不对 可以很需要变漂亮 对,这个讲到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环境的这个污染物很多嘛 很多人都觉得说 奇怪我怎么觉得 老是觉得身体很沉重啦 或者是这个脸色不太好啊 好,其实书头啊 透过书通我们的经络 它本身就可以帮助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干净 所以很多人书着书着啊 就发现它的气色啊 就变好了 好,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体质 那这真的很重要耶 就这样书头书着书着就可以容光焕发 这个女性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哦 对 那教练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要教观众朋友 怎么样书头才是最正确的呢 好,那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李凤山师傅写的一首这个四句记 好,让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参照 好,它叫做 由前往后,顺势一罐 一次三百,和缓贴切 由前往后 我们要从前面的这个头发长出来的地方 往后呢要输到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地方 脖子的地方 好,我们先来试试看 好,输过的地方就可以让开 我们再输第二下 二 好,什么叫顺势一罐 就是由前往后的时候 你的力道要平均的输动 不要有中断的现象 好,第三句话叫一次三百 好,就是我们真的把它当成功法来练习的时候 次数要多 希望是至少十分钟 也就是三百下的时间 好,那第四个叫做和缓贴切 出的时候不要快 要慢慢的 第二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 让我们的疏持 完全的贴在它的头皮上 好,这样是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头型不一样 有些人有一些起伏 你不要去这个 只是按照一个平 那个弧度疏动 你要贴着头皮走 好,所以这四句话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好,那最后一个重点是 对 当我今天输到中线 要换左边的时候 你要换到左手 避免这个过劳的现象 好 好 谢谢教练的示范 我刚梳着梳着觉得真的还蛮舒服的 这个养生日月梳真的是太棒了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 像这样梳头啊 刚才有提到说 早也梳晚也梳啊 那最好是每天三百下 那女生就很怕说 这样子一直接触头皮 会不会容易掉头发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一个体证 我们的确有很多的时候 一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师兄我刚开始梳 一直在掉头发 那很紧张 很怕 对,但是这个重点来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头上 其实很多头发它是不健康的 所以你刚开始梳的时候 有些不健康的头发 它就会开始脱落 但是呢大家都发现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很容易会长新头发 然后长出来的头发 它就是比较健康的 有些是比较乌黑的 那刚才提到说 也不用担心掉发的问题啊 是不是会有一些东西会黏着在上面 对 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排除的现象 我们刚开始梳的时候 你在排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 它会跟着我们的头发的油 它会黏附在我们的梳池的中间 那个都是正常现象 甚至有些人会梳到 诶,怎么开始长这个一颗一颗的东西 那我就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有长这一颗一颗的东西的时候 你在梳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刺激它 因为它已经开始发炎了 但是这个发炎是对人体是好的 它是把一些脏东西 开始往外散的一个现象 你只要持续的 在旁边健康的地方 继续的去梳洞 慢慢这个地方好 你的头皮就变健康了 那你的健康也会更好 这个养生梳啊 不只可以拿来梳头 还可以拿来梳身体的筋路 是不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对,讲到这个 就是 要对这个身体 对工法有点点涉略 其实我们是用这样的工具 去对我们身体进行全身的按摩 好,举例来说 我们的这个 手的按摩很简单 你可以 反正那 用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用的 可以轻轻的 去刮动我们的手部 好 里边也可以 好 如果对这个中医啊 有点 概念的话 就会知道说 我们手啊 有六道筋锣 手三阳 是在我们手背的地方 晒到太阳的地方叫阳面 晒不到梯 那个太阳的地方叫阴面 好,这边有三道这个筋锣 好,手三阳跟手上有六道 脚呢有 晒到太阳的外面的地方 有三道 里边也有三道 也是竹三阳跟竹三阴 我们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梳子 轻轻的去刮动 由上往下刮吗 对,可以从这个里边 往这个末梢的地方走 是这样 对,其实蛮舒服 了解 然后我们的身体也可以 轻轻的这样子 刮 对,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胸闷 或者是有时候对我们这个心脏 有些人会有这个心悸 不舒服的现象 你都可以轻轻的去刮动它 而且是上班族肩颈僵硬的 这个肩膀这样刮是不是也很好用 对 你可以这样轻轻的 轻轻的这样刮 对,可以来回的去刮动你的肩膀 真的很方便 这样去刮 其实蛮舒服的 真的可以舒缓一下肩颈僵硬 对 现在上班族就是这边最容易僵硬了 对啊 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啊 在桌面上啊 有这四种的养生日月书啊 我们的养生日月书 是用百年的木头 用木质下去打造的哦 这个书籍有什么特色特别的地方 嗯 第一个哦 呃,我们为什么用木头的 是因为 在五行里面来说 木、火、土、金、水 木型跟人体的气场是最契合的 好,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都喜欢住小木屋嘛 对对对对对 不喜欢住那个什么钢筋水泥屋嘛 闻着那个小木屋的味道 也不错 觉得神清气爽 对,因为木头它的那个能量 它很容易补充我们的身体 好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 木头我们要选比较这个 生长年份长的 因为生长年份长 表示它吸收是越精华 9啊 它的能量就高 对我们来说 帮助大 好,所以我们选择檀木类的 比较居多 黑檀 紫檀 绿檀 那中间这个是我们的 台湾的这个硝南 它也是国宝级的树木 现在其实都禁法了 那这些是我们这个 老师们啊 他们早年在做木工的时候 就已经收集了材料 所以 不是偷砍的 好,跟大家讲一下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乱砍木头 木头很珍贵 好 好,那再来其他还有一些 这个讲究的地方 我们刚刚稍微讲到 这个弧度是一般外面的梳子 没有人再这样做的 这个弧度其实要靠纯手工 一般的机器 没办法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那其他你可能在房间 你会看到有些 梳子比较宽啦 力度有稍微模的 比较蹲一点啦 这些都还找得到 可是那个弧度的部分啊 真的是一模不一样 好 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呃 我们有很多一些巧思在里面 像这个梳子有 一个弧度 两个弧度 他的镜头比较看不到 他是这样磨进去的 这样凹进去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你的手 在贴上去的时候 可以直接的跟你的手完全贴合 那这个方式 全部都要靠手工的沙子 一个一个去把它磨出来 所以这个都是他做的时候 很讲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希望说 呃 一个趁手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的工法能够 呃 得以他能够彰显他的作用 也希望说大家 很容易可以得到健康 这真的很重要欸 所以难怪人家说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嗯 对 那一把好的这个养生日月书啊 观众朋友回去的话 要怎么样保养它比较好呢 嗯 好 呃 其实我讲到就是说 呃跟一般的木质都一样 你家里有木头的家具也好 或木质的一些东西 你都要记得 千万不要用水去洗它 好 因为木头它怕水 哦 怕水 怕水 木头它是不是怕那个热脏冷缩 它怕湿脏干缩 也就是湿污的变化 对木头影响是最大的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那个保养它 你可以把布稍微沾湿 拧干 轻轻的擦拭 把它表面的这个擦干净 然后有时候这个里边啊 有一些这个沾敷一些脏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去药局以后买那个很细很细的棉花棒 好 轻轻的从里面去刮 把它清干净就好 好那切记 刚刚第一个不要用水抽 第二个呢 也不要用有机溶剂 像酒精就不要 因为那一擦进去 会把木头的纤维把它拉出来 你到时候梳子就会粗糙 会变粗糙 甚至有时候会掉色 原来保养梳子 还有这些学问在 今天听完教练啊 讲说这个是养生日月梳啊 既然可以让你变健康 变美丽 而且还可以疏通身体的经络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今天非常谢谢赖教练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多多按赞 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